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应该结婚 有提提吧 有没有讲到吗 这一句话因为 信仙的话基本上跟两件事情比较有关系 就是第二性征的法律 什么叫第二性征 也就是相對於第一性徵 第一性徵是指說人類胚胎的發育過程 性別的展現 第一個要素是性器官的發展 那性器官的發展在胚胎發育的早期 比如說四到六中這段期間裡面 沒什麼性別的明顯特徵 可以看一般要判斷說是省男生女 然後再懷孕一段期間之後 才能夠從超音波裡面去看看外生質器的構造 美不明顯 然後才判斷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是關鍵 所以胚胎發育的早期事實上是沒有明確性別的 所以性別開始展現 外生質器的部分會比較明顯 這時候整個性別的發展才尊齊 就是男生跟女生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所以性器官的有誤 叫做第一性徵 可是人類的生殖系統的成熟分兩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時期在性徵上 性別特徵上面的轉變 這個就成為第二性徵 叫副性徵 所以第一性徵又把它叫做主性徵 副性徵的展現跟性腺基礎系統相關 因為性腺的發展成熟大概是在這個階段 才開始逐漸的完成最後一個階段的成熟 那性腺有分 就是男生的高男女生的卵巢 那他擔負兩個責任 第一個必須要提供適當的基礎 去引導那個第二性徵的發育 然後第二個呢 他們自己本身還要負責產生配子 所以從產生配子然後到引導那個生殖器官的發展成熟 然後應付那個生殖的需求 這個是青少年時期最後一段事情要做的 那人類在這個部分呢 他是一個最晚一個階段我們身體構造才完成出手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他分泌的這個基礎呢 一般通常會很濃統的 比如說高原分泌的雄性基礎或者是亂鈔 或者講濾泡分泌的這個雌性基礎 這兩個名詞其實都是一個涵蓋相關基礎的一個濃統的用詞 也就是說當你講到雌性基礎的時候 它不是單一化的物 然後它裡面是有多種區分的 所以比如說雌性基礎裡面含動性基礎 然後雌性基礎裡面的話你可能聽過高庫桶 那高庫桶其實只是雌性基礎當中的主要成分 就是作用比較明顯的這個部分 它不是唯一的成分 然後這部分的話呢 它有很多可以討論的 第一個討論的是它如何影響生殖軸型 再來第二個討論的是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講 你這個下次就對腦垂腺產生影響 然後腦垂腺又對性腺產生影響的那個 也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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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暫時我們就先只介紹到這個地方 就是新鮮的重要性 至於它實質上對我們身體所產生的這些相關的變化 我們到聖職的概念很快 第二次段考一定會考到 而且絕對是一個很沉重的難免 所以到時候再畫上鏡子 暫時先介紹表面的部分 這樣 反正是要進度 接下來防禦這個部分 就是要用另外一種圖去講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要再用那一張圖 我們要用來看看 這個部分是一個小 уз形的小熊 但是我會用來看隔天空的大熊 他們用來看看 好,所以接下来这个单元里面呢 防御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主要原因是对人体而言 我们要应付外来的入侵物实在是种类太多了 原设上微生物范围里面 各家族都可能会有一些引起疾病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它就是需要入侵生物 那这时候对象可能是人体 所以会引起我们产生疾病 那因为微生物家族里面 什么叫微生物 你要透过那个显微镜观察的都可以叫微生物 所以病毒绝对是微生物 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原核生物是微生物 然后真菌 真菌家族当中 因为一般来讲 真菌的构造的特色必须 主要特征必须透过显微镜才看得清楚 所以大部分的真菌都可以列为是微生物的范围 那再来就是原生生物 原生生物我们以前讲过 它超级复杂 因为原生生物就可以分成三个小家族 就是原生动物 然后藻类 然后原生菌 这样子 所以 那你说微生物当中 真正会造成致病的 是不是在绝对多数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但是事实上 你每一个家族 只要有一些 有一些微生物想要清胎的等体的话 那这对我们来讲 就已经够糟糕了 因为你今天灯固病毒的话 病毒的外面假设是一个外核蛋白 对不对 所以你得先去认一下 这个病毒的外核蛋白是我们不认识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能够去辨诊病毒的特征 那等到细菌入侵的时候呢 你要去辨诊一下 因为细菌的状态 主要是胎聚胎 细胞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身体又得去认识那个细菌的特质 那等到那个 比如说好 症菌好了 症菌入侵的时候 那你想要对付它 你得先去认识它 所以这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 对于入侵人体的这些病原体 引起疾病的这些微生物 它的特质变化太多了 因为不要讲光细菌好了 你不同的细菌的特质绝对不一样 因为它预算上就不一样 所以它展现出来的特征当然也会不同 那这个又是更小的这个差异性 可是呢 就变成你对付不同的细菌 你搞不好有不同的策略 然后对付病毒要用另外一套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防御系统当中 比较麻烦的部分 那这件事情 应该说这个单元 基本上有一个特色 所以大概这十年来 如果要讲说那个 那个特程改革里面 那个有比较明显的 内容上有一些改变的 其实是这个单元 因为防御这个部分 免疫这个部分 事实上有很多人在做研究 然后有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那发现以前比较早先的一些概念 后来发现不见得是正确的 所以整个高官课程范围里面 其实很多单元就是数十年不变 一直是那一套线法 那哪一些很明显有在改变免疫 免疫的话 其实是一个进展很快的一门学问 所以如果将来你真的想不开 自己一定还是要去走生命科学的话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它比较大的实用价值 毕竟谈的都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将来出入 古斯那么暗淡的话 找跟人有关的 通常大概都比较有限述一点 这样很现实 但是没办法 好 那扣除掉这些外癌之外 就很麻烦 接下来来了 那我们自己本身也会产生 这些异常的细胞 对 一般这些普遍的细胞呢 它又可能会去侵害其他正常细胞 OK 那肿瘤当然是有良性的 问题是良性的也可能会转成恶性的 对 那有一些明明它是良性的 问题是它虽然没有有意要去 去遏止其他正常细胞的运作 但是它长在那个地方 它就是会干扰 对吗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难道我们身体 不会需要去应付一下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这也是需要 所以有一些问题 是源自于我们身体自己身体 所以这也是列为防御需要做的事情 看 可以听起来 好 那所以你看 这个小型的病毒 看出来吗 好 所以应该比较能够看这些图的 这些细菌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就是逆原宠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去 有些特定 卫生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 可能你去那边的时候 可能被要求 要先打个什么 额虐疾 预防针 然后接下来再过去灌针 到时候你把逆原宠带来 这样可能又会有一些倒霉 可以受到看 那大肢的当然也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就是线虫 看出来吗 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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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别的大肢 有种小型的线虫 迷你 只有1000多维细胞的那种 1000多维细胞 你去联想一下 1000维细胞大概多大 很搞不起 从长度上 大概就是这样的 很短 就是也是线虫 底下才能看清楚 所以万一像这种 从入侵到你的血液里面 类似的 这是比较大肢 主要是在小花道这个附件 那如果是那种小事 会倾注到你血液的 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 有些寄存虫 怕是从你的指甲缝里面 然后从那个皮肤表的地方 然后钻到指甲缝里面去 就血液 然后跟你的血液流染的 很重的 那你要不要解决 你现在的卫生习惯通常好一点 比较不会对问题 就是比较喜欢去 严重污染污泥 然后比较有那种 分别污染的污泥 这种有时候打骑象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穿个鱼鞋 可能是还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那个喜欢去海边 玩的有没有 都仔细稍微想一下 你踩下去那个海滩 的周围 你眼睛没看到的 临近的河口 到底是送了什么东西到这地方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 对那个喜欢去高美师弟 在那边踩着沙滩很轻易 有莫名的钦佩 好 所以把前面那个循环系统 当初漏掉的那一块补回来 因为我们当初讲过 如果你要去谈循环系统的完整架构 一定要把心血管跟淋巴管 这两套一起合起来 它才是一套完整的管线 那是因为淋巴管线呢 它在运作上面确实在防御这个部分 比较偏重 所以就切割出来 在这个单元里面才要谈 但事实上早在谈防御之前 我们已经曾经介绍过谈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当小肠在吸收这个氧分的时候 水溶性氧分跟脂溶性氧分一开始是分流的 还记得吗 所以这个分流主要是因为 水溶性氧分像糖类跟酸酸 事实上它需要先经过肝脏的处理 所以我们透过肝门精卖送到肝脏 然后到时候再从肝精卖 汇入到下腔精卖回到心脏 那脂溶性氧分一开始就设定 先由乳米管 乳米管其实就是淋巴系统里面的管线 最小的叫微淋管 它其实是微淋管的一个特殊的 在小肠里面出现 所以这个特别给它称为叫乳米 乳米管 因为它主要运作的物质是乳米 脂溶性的成分 所以呢 透过淋巴管呢 我们可以先适当的先把脂溶性的氧分 先透过这条管道呢 先分开运作 那水溶性氧分走这条 脂溶性氧分走这条 水溶性氧分先去调节里面的成分 比如说浓度 那脂溶性氧分呢 直接走了这条路呢 汇入到那个精卖 那这个汇入的点呢 就是缩骨侠精卖 我们那时候有提到 缩骨侠下精卖 因为它是在心脏的上方 所以到时候它会走上腔精卖回到心脏 所以养分回到心脏的那一刻 其实脂溶性氧分 水溶性氧分都有 那在那之前 因为水溶性氧分 需要先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所以分流是必要的 所以你去看 淋巴管线适当 它有配合这个消化系统 帮忙做这个养分的这个分流的过程 这个其实就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好 所以我们到时候最早遇到的就是这个 那如果你扩大来看的话 这是整个淋巴系统管线分布的状态 那稍微秒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人家会讲到一些细节的部分 所以淋巴管线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复杂的图先把它试它们简化 就这套管线它到底 从多方面来讲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先把那个心血管这个部分先回忆一下 先当透过动脉输入协议 然后透过精卖回收协议 而落在小胖麦跟小青麦之间的是微血管 这整个大致上已经是密闭空间了 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性 你还得需要有另外一套的管线存在 对不对 因为血液已经是在一个封闭密闭的空间里面流动了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额外的管线存在 这个关键主要其实是落在那个微血管这个地方 因为你现在血管里面流动的是血液 那扣除掉血球先排除我们谈那个议题的部分 血降 小动脉到小静脉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讲过嘛 这个观点 血液离心胎越远血压是越降越低 对不对 那到了小动脉这个附近的血压呢 大概也可以勉勉强强推动微血管这个血液呢 往静脉的方向流动 可是你经过微血管之后 因为微血管有一个缺点 那为了要方便物质交换 所以它只有一层细胞的厚度 那所以薄是它的要求 因为这样才方便物质交换嘛 可是也因为薄欠缺弹性 所以那个血压在这个区域 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明显降一个很大的门槛 到静脉这边呢 血压会严重的降低 搞不好还可以用零 甚至可以用负的方式来讨论 那所以小动脉小静脉这之间呢 会存在一个明显的血压的差距 然后呢 微血管这边呢 又只剩一层管壁的情况之下 这会导致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 会有部分的血压成分呢 会流失 一定会发生的 那这个流失呢 流失的物质它到底跑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都会强调说 微血管周围会去跟组织细胞做物质交流 其实如果你从真实的情况来说的话 你细胞跟管子本身 你再怎么贴近 你总是会有一些空隙嘛 那我们把这个空隙 如果适当的放大 比较好讨论 其实 从微血管这地方流失的物质 它会先进入管子 跟细胞之间的狭窄空隙 你看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异体 通常我们 这个叫组织间隙 间隔的间 空隙的隙 当血浆流失之后 它会先进入到那个组织间隙 那这个地方出现的异体 我们就把它成为叫组织液 如果你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微血管这个地方 本来就需要供应很多产品给细胞去利用 所以你流失没关系 因为这个流失的部分 我可以拿去给细胞用 或者是细胞就近 从组织液当中 拿走它要的水分 电解质 这些有用的有机物 同时间可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细胞会产生一些代谢肺物 对不对 所以趁这个时候 把那个代谢肺物把它送出来 所以细胞真正在直接交流的空间在哪里 其实是组织液 就是细胞外那个空间所存在的液 那里面的成分 才是真正对细胞之间交流的这个对象 你看到 所以从正面的方向去想的话 那所以血浆流失还好啊 对不对 那个细胞可以拿去用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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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顶呆 这种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我是跟茄做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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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提到 如果你從水分的角度來說 小動脈、小靜脈之間的壓力差這個條件假設不變 微血管的管壁只有一層細胞裡是限時 流失是必然的 那從水所在的體積來看的話 那就表示你現在呢 每一次心臟輸出的時候 在這邊會造成損失 那又表示 那你境外回收的血液 一定不是當初百分之一百 假設你當初輸出 我們用一個參考數據好了 就是你現在輸出假設百分之一百 結果回收百分之九十五 那你跑一圈就損失百分之五 再跑一圈再損失 再跑一圈再損失 那基本上回用幾次之後就很明顯 你的整個密閉空間裡面的液體的總體積下降 直接衝擊到血壓 那我們那時候有提到 血壓基本上可以代表的是 循環系統流動效率的一個參考指標 因為血壓衰減 你身體就準備當機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很嚴重 可是如果流失是必然的話 所以組織液你拿不回來 對不對 所以要想辦法回收 這才是比較務實的做法 所以組織液裡面的成分 可以去跟細胞子交流 那細胞子也許會從 細胞也許會從組織液當中 拿走一部分的水分去利用 那細胞的空間畢竟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靠細胞去做回收這個動作 比較難 所以這個時候 你再去看這條管線 微接管的附近一般通常會出現微靈管 那這些微靈管呢 基本上它的起點的地方是盲管 就是我們以前講那個土靈管的特色 那起點是盲管 十下子 那往心臟的這一頭呢 是真正的通路 好 所以我在微接管的這個附近呢 去搭配這些微靈管 這些管線的起點 然後呢 讓他們去收集組織液 條件很簡單 如果斜將會流失 組織液是不是就會堆積 那你隨便堆久了 總會有一個壓力的存在 對不對 我們就利用這個微弱的壓力 讓它有機會滲入到微靈管裡面去 所以這些組織液呢 被微靈管開始回收之後 一旦進入管線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08 所以 08系統裡面流動的液體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08 而08的來源是來自於組織液的回收 好 所以回收之後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到時候靜脈送回到心臟的時候呢 跟當初輸出的時候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08管最後把接到精脈 所以剛剛在看這個 因為這張圖比較細節一點 對不對 所以08管最後在鎖骨下精脈這個地方 跟精脈接上去 管子接上去喔 所以我們講說 如果你從管子的構造面的特色來說 既然管子是相接的 對不對 所以它虛化系統 當然是要把心血管跟淋巴管一起彈 因為管子是相連的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從功能面來說的話 這個管子到底有什麼樣的重要意義 就是這裡 如果 我一直放任著這個血像流失形成組織液 對不對 勢必會造成那個血液的損失 所以如果這套管線可以幫我們回收 那我在鎖骨下精脈這個地方 讓08億回來 對不對 鎖骨下精脈接上槍精脈 對不對 所以在血液回到心臟的那一刻 那事實上 我還是可以把那個當初這個地方損失的 可能可以補齊 只要這段路線上流動的效率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所以什麼樣的情況 叫做流動效率出現問題 舉一個你常聽到的例子 水腫 你不知道嗎 那你為什麼會腫 腫有很多原因 我會腫的原因是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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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外一種 水腫是 好 水腫就是 你去想像一下 這是這邊的流失的速度 比回收的速度還要快 對不對 因為你不可能要求說 細胞 就是把那個流失的液體造單全收 細胞的體積就把它當成大 差不多是固定的 那勉強幫你多拿一點走 對不對 那你的回收的效率呢 如果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會勢必造成那個 細胞跟管子之間那個處置一直 一直持續堆積 對 那對待這個地方 到底要往哪裡跑 如果那個回收系統的運作 不是很 效率很高的情況之下 這個持續的累積 就會在你組織間隙這個地方 留下非常明顯的組織液 所以這個地方 局部的組織就會腫占 那就是水腫 這樣OK啦 所以水腫基本上 先不討論原因 我們先講結果 它基本上 很有可能就是組織液體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你從它的管線的設計上來看的話 其他功能都先不談 因為我們講說 放在這個地方談這談防禦嘛 那防禦的部分都還沒有談到 你看光這個部分它就很重要了 對不對 你液體的腫量不平 這對我們身體的運作來說 已經是很嚴重一件事情了 所以 我們整個身體所有的液體呢 一般來說會用一個比較籠統的名詞 叫做體液 好 所以身體的液體 這還好 但如果你要分 從細節來看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我們身體內有液體 如果把格局縮小到細胞的層次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欸 細胞內會有液體 對不對 那細胞內的液體不就是 細胞 好 然後 那 剛剛講嘛 你現在是把視野降到 從一個細胞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細胞內當然會有液體 而細胞外很明顯也會有液體 那細胞外的液體至少在這個地方 我們至少可以把體力 站得很吃重的幾個拿出來討論一下 對不對 血液體積那麼多 對不對 靠除掉血球 你看 血漿的比例在55%欸 對不對 所以 血漿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細胞外液體的危機 對不對 然後 再來 那淋巴是不是也是 先寫這個好了 血漿勝出會變成組織液 OK 那組織液被回收 就變成10-08 所以我們身體在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妥善的把這些液體 分配在適當的空間 然後還可以去做總量平衡 所以如果這個運作的環節出問題的話 當然就連帶人 比如說血壓可能受到影響 對不對 你組織間隙會堆積很多的水分 分響 那個時候細胞會不會正常 你水分的堆積 那表示 細胞要交流的這些養分或代謝肥物 搞不好那個也會出現問題 你看齁 所以 連法律都還沒有談到 我們光是在液體的這個平衡上 又看得出來 淋巴系統這套管線 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跟重要性 那這套管線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 因為它的起點是蠻短 對不對 靜脈這套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血液過了微血管這一段之後 微血管因為只有一層細胞 沒什麼彈性 所以血壓很難有效的傳遞過來 所以靜脈這邊的血壓 其實是非常福利於血液 往心臟的方向推送 對不對 所以靜脈這邊的血液要流動 主要是靠兩個特色的配合 一是構造面的改善 那裡面要有瓣膜 對不對 我們利用瓣膜來阻止血液 離心臟越來越遠 但這樣只是阻止 對不對 你還是要想辦法把它推回去 所以主要是靠肌肉的活動 如果靜脈我們可以安排它放在肌肉的旁邊 當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肌肉的瓷徑有改變的時候 對靜脈可能可以造成一點血壓效果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過 多重運動有利於血液循環 對不對 其實真正幫助最大的還是在這段 OK 那靜脈管就更倒楣了 它的起點是蠻晚的實價值 對不對 所以就是靜脈都沒辦法獲得那個心臟的直接幫助了 那更何況是靜脈管 所以你要想要讓這個靜脈可以有效的回流 一樣它比照靜脈的設計方式 每個就是大型一點的靜脈管它也會設計那個辦法 所以靜脈裡面有辦法 靜脈管內大型的一樣它也會有辦法 那除此之外如果它想要回去的話還是要把誰 一樣要靠肌肉的活動 就是拿靜脈那邊的東西來思考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整個靜脈管線上面流動 管子上面的液體流動都很困難了 對不對 那怎麼還會在管線上面出現這一些一顆一顆的東西 但一顆一顆如果裡面就是空氣的那你就算了 那你就算了 用1個翻了 緬緬不幸的是 我們把這一顆一顆的顆粒剖開之後呢 裡面大致上是十星的 它有留下的一些關卡 只有記住還會幫你擦點回來 對 這是起點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從起點這地方去夾壓 所以靠周邊的肌肉的活動 對它產生一個擠壓的力量 那0.8億的流動 就已經不是很容易了 然後 假設上面是心臟的方向 你現在還在管線 那個顆粒性的構造 如果你剖開之後它是空心的 那你就算了 因為它不是空心的 它裡面呢 那個呢 大概會留一點像 谢谢大家 淋巴一旦进入这个颗粒里面之后 它会进入一个像迷宫状的路线 路径有一点窄 但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直径相对是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确实淋巴流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会进入一个概念上是比较宽稳一点的空间 可是因为路线太错综复杂了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的流数会编慢 所以用白话的说法就是 淋巴在这个地方流动确实真的会比较没有效率 因为这个够杂而流动真的比较没有效率 所以你要送回到心脏这件事情是很讲求效率的 那已经条件不是很好了 你还要搞这个 那刚刚那样我先暂时放回去 再看它那个管线上还不是只出现一次 我说整个管线这整条路线上面它还不是只出现一次 因为等一下可能后面的警戒有可能再一颗 然后再一颗它会重复出现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 因为你是自己在路线上 液体流动的路线上搞不上来 所以除非有很重要的理由 否则一定不会这样做 那你只看这个漏造的特质 就是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你剖开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一块一块的区块之间 然后形成的那个像迷宫状的路线 但如果你去看这些小区块之间 就是答案就会比较明显 因为这些小区块里面呢 事实上主要的细胞是淋巴球 一种专门放在淋巴系统里面的白血球 不是不是唯一 是主要 因为它有搭配其他的白血球 你看 所以这个构造一般都会怎么去形容它的功能呢 名称上先搞定 名称的叫淋巴结 这些会在淋巴管线上的颗粒性构造 我们称为叫淋巴结 而淋巴结抖面当中 这些小区块呢 就是它里面会包含的很密集的淋巴球 然后路线不是真的载到液体很难流动 但是因为流速会明显变慢 所以我们的解读式 一般会形容这个构造 看起来有一点像在做过滤 不过这个过滤呢 这个过滤不是说 我今天去做一个网子 那只要这个网子的网目够小 那物体 要过滤的物体比较大的 我就可以卡在这个网子那边 让它过不去 所以它不是用这种方法 它主要是要做到一件事情 我如果能够让淋巴液在这个空间里面流动变慢 那它就有机会去跟淋巴球接触 所以淋巴球就可以回过头来 我去检查一下 这里面呢 有没有可能有入侵的病菌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病菌所产生的化学物质 然后被我们可能有害的 你看 所以假设 比如说 假设这条管子呢 是在手这边 那你手不小心 比如说刀传了 那这地方可能就是一个病菌的入侵的地方 对不对 好 如果今天这个感染子在这地方发生 那叫区域性的问题 如果它顺着管子这样一路流 流回到哪里 流回到心脏 然后呢 等心脏再一次体训好的时候 协议再出去 那就是全神性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能够在它回到心脏之前 这段路线这么长 我能够即使把它挡下来 把它挡下来 甚至于在这个场所里面 彻底把它解决掉 那我心脏这边 或者之后就不用去烦恼 说等它扩大感染之后 我要面对的问题层面 等会是更严重 更难处理 所以淋巴球一般形容是过滤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它的过滤方式 其实是用检查的方式 技巧 降低淋巴的流速 然后让淋巴球有机会去检查 可是这地方是一个权衡的问题 因为你要在流速 跟有时间充分检查 然后呢 去做一个平衡 所以你这个路线 绝对不能设计的太窄 你不能造成一个严重阻塞的效果 所以就是全程之下 就是产生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是说 我这个固线呢 也不是真的很狭窄 然后我这一次呢 应该说这个过滤器 没检查到的 没关系 我等一下后面再放一颗 就是让流速适当的减慢 然后呢 开始去检查 一颗检查不完 再放一颗 但你说重复放 你也不能说 那我从手这地方到心胀 延路通通不動放 那还不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一定会 你一定会 严重造成0.8流动处律 减慢到 到时候回收 对不对 才会来不及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要做重点 finance 所以刚刚这张图 如果你有仔细 觅摸一下的话 你就发现 是当然癩髄姐 不是整个管线上面 到處都有呢 有些地方會特別密集 OK 從我們身體的架構來說 這叫驅趕 對不對 頭四肢 目標是心臟 沒錯 081的流動目標還是在心臟 那你現在如果頭部的081要回流 對不對 我只要在關卡上去射清過濾器就好了 我不用整個顏度全部都辦 所以頭部的082如果要回流到心臟 那你一定要跑過哪裡 對不對 這是回到心臟的最後關卡 在下巴到脖子這個地方 應腹從頭部這邊081的回流 我把關卡設定在這邊 所以前面的流動還是順暢的 對不對 到這地方呢 適當的減慢一下 讓08姐有機會去工作這樣可以吧 所以手部這邊我們用沿著手整路都辦 對不對 我在它即將回到心臟的時候在哪裡 因為東曼靜脈跟08管它主要都是從腋下這個地方過來 所以我在腋下 腋下這個地方密集的放 所以你看 站在之前是不是很少 對不對 我在關卡的地方密集的放 盡量盡量擋 這擋不下來之後要用其他方式解決了 但至少這樣的策略我就真的是兼顧到 所以說 我要流動效率還可以接受 對不對 我又希望能夠在081裡面去檢查出 有沒有一些入侵物 對不對 所以既然手放在這地方的腳呢 就放在這個關鍵附近 但是偏跨下 內側 無息 或者寫跨下還可以 所以 特別上那張圖 或者講義上那張圖 大腿內側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很密集 但這體格是從身體的架構來看很明顯的 但另外一個部分是從這樣看身體 不見得能夠感受出來的 但有一句話 病重投入 所以你現在吃的東西裡面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污染的病菌 對不對 所以這裡特別加強一下 消化系統附近 消化系統附近 基本上 這邊的081線會去加強081線 所以 就這幾個地方 從頸部 然後包括下巴這邊 然後接下來一下鼠吸 然後再消化系統 這幾個部位的081線會特別密集 來應付過濾的需求 所以081線基本上是一個執行防禦的重要場所 它設計在管線上 那這一點總是靜脈沒有版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講08管很多特質的時候都會拿靜脈來比較一下 對不對 那一比 這個081線這個特色顯然是靜脈不會有的特徵 這個就是真的開始出現出它防禦上的角色 或者是它需要配合的這個構造 好 所以接下來 靜脈系統裡面還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基本上這地方還是需要有戰性 在我們身體裡面主要負責打仗的是白血球 所以當時候那個 講心血管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其實我們只簡單交代一下它的數量比例 然後沒有提到它的來源 好 就是血球3分鐘 快點 快點 好 所以骨髓 知道骨髓可以造血 對不對 那知道骨髓有兩種顏色 負責造血的細胞叫做造血幹細胞 幹細胞的角色等同於是植物的分生組織 就是它可以持續進行有四分裂 然後產生能夠的細胞 但是它就是負責供應細胞提供給其他部位需要的細胞來源 所以這個已經共鳴成了 我們身上幹細胞有很多類型 比如說你皮膚上面也會有幹細胞 所以如果你受傷的時候 這些幹細胞幫你修復那個傷口 凝血只是先把洞堵住 你還是要把那個地方 那個表皮真體這些細胞長回來 所以幹細胞就是等同於是分生組織這個角色 那在我們身體裡面 造血幹細胞通常是放在骨髓 所以骨骼中間其實是軟組織 那這種軟組織大致上呈現兩種顏色 一種是紅的 另外一種是黃的 要不要猜一下為什麼有這種顏色的差別 要不要猜一下為什麼有這種顏色的差別 紅骨髓可以造血 所以它為什麼是黃的 因為它造的其中一個血球 有一個紅色色素 這樣就很好猜了 為什麼是黃 黃骨髓比較不造血 所以它會這麼黃 因為它幫你祖尊養分 而且很不清的 祖尊養分的形式是 死髮 對嗎 然後紅骨髓的話出現在哪裡呢? 紅骨髓主要是在扁平狀的骨頭 像很明顯的肋骨、胸骨 然後還有寬骨 這幾個是比較大的扁平骨 這樣一看很殘酷喔 這幾個部位的骨頭拿掉之後 生下來可能它有可能都會儲存直髮 這一根加這兩根加這根這兩根 誰的比例占比較重 知道齁 所以不是只有你的皮下有脂肪 不是只有你的內臟附近有脂肪 連骨殼都把你脂肪吃到 這樣子 所以哪裡沒有?好 OK 所以造血的骨髓主要是紅骨髓 那造血接下來有個明顯的需求面的問題了 我心血管這邊需要有好多種血球 那我淋巴這邊一樣有血球 幸好淋巴這邊對血球使用的種類是少很多 那還是要啊 所以造血乾細胞在造血的時候 它得去評估一下 現在到底是誰缺血球 缺哪一種血球 所以這時候呢 它會不斷的分裂 它分裂出去的細胞呢 它會先做一個預先的分裂動作 現在呢 到底是心血管這邊需要 還是 還是 零巴系統這邊需要 好 那那個狀態有點像是說 比如說 嗯 造血乾細胞現在基本數量是100個 那它這次分裂裡面呢 總共分裂一次好了 總共就是200個 那它會留下那基本的100個的數量 那多的這100個呢 接下來再去評估 到底是誰 哪邊缺血球 那缺哪一種血球 沒有啊 所以先做一個基本的分別 那這個過程裡面事實上 原始血球跟原始淋巴球 它已經開始走向成熟了 所以它是一個半成熟的細胞 所以這樣幹細胞就是不成熟 這種不成熟的細胞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我們需要它不成熟 而且需要它那個分裂的能力 懂嗎 就這種角色的分配 這個過程它在做一件事情 在做分化 我讓這個細胞呢 在外形上在功能上呢 開始往某一個方向發展 這件事情叫分化 好 所以如果我現在需要是血球 去想像一下 新血管裡面需要幾種血球 比如說 我要不要去找紅血球 有可能嗎 對不對 紅血球沒有細胞核 你總是會有消耗的一天 對不對 需要回收的時候 好 那另外一個 我需不需要血小板 也要 那血小板的前身呢 是一個叫聚合細胞 那這個細胞成熟之後 會瓦解 然後就形成碎片 什麼叫做血小板 其實就是那個碎片 所以它的前身其實是一個很完整的細胞 那個細胞的聚合細胞 那接下來 你所熟知的白血球 這個才是麻煩的地方 我們以前用一個白血球 就打死了 事實上 白血球因為要做防禦 防禦的工作又很雜 所以我們需要不同類型的白血球 那從細胞的外形上來說的話呢 約列可以分成兩個類別 單核球跟顆粒球 分成這兩個 單核球之所以叫單核 是因為它那個細胞核 就是一般我們習慣看到的那個球型 會非聚集的 很正圓的這樣子 所以叫單核球 那它的將來會有另外一個名稱 我先寫一下 那將來可能會有另外一個稱呼 叫巨石細胞 顆粒球比較麻煩 顆粒球它的最大特色是 它是細胞紫當中 我們可以在這兒看到好多顆粒 那除了這個特色之外 它那個細胞核會嚴重嚴重黏曲 就想說我把一個球 它假設是一個面團 然後就是軸成很不規則 一小坨一小坨 可是沒有拉開喔 沒有斷掉喔 所以你會誤以為它好多顆細胞 那再依據鑑定呢 把它分成三個小類別 是中性球 是酸性球 是減性球 分成這三個小類別 我們後面會用到 所以可以先介紹一下 那淋巴球基本上呢 相對就比較簡單 就是呢 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類型來看 B細胞或者叫B淋巴球 T細胞以及 超傳承的名字 自然殺手細胞 看得出來 它絕對在做防律症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白血球的種類很多 到底有多少 就是這樣子 扣除掉前面的血小板 紅血球白血球之外 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影色 然後擁有細胞和完整細胞的架構 所以這一些都是白血球 感受到這個單元的產重負擔的感覺 他們做的工作 就是我們後面要介紹的 前面在循環系統 沒有交代到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 我們在談到防律的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需要透過這些不同的角色的白血球 來執行 特定的這個方法 OK 好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